大家好,我是海娟 今天做一个新颖的早餐饼 特别适合早起上班的您 如果您早餐不知道吃什么 可以跟着海娟一起做起来哟 有鸡蛋,有营鸟 10分钟轻松搞定 大盘中放入凉水400ml 加入2克的盐 分少量多次 加入面粉200克 边倒边搅拌 有的网友私信我说 为什么制作煎饼的面粉 总是起割的 你先放水,后放面 这样就不容易起割的起块 分少量多次 很容易把面粉搅散 看一下,用这个方法 和出来的面糊 简简单单搅拌几下 一点颗粒都没有 搅成这样细腻,无颗粒的面糊状 即可 接下来,碗中打入两颗鸡蛋 搅散备用 再来准备一些炒米 这是我们蒙族地区特制的熟炒米 如果家里没有炒米的 可以用白芝麻代替 电面称预热刷油 油微热后放入一勺面糊 用刮板,刮平,刮均匀 如果家里没有刮板的 可以晃动锅壁 晃动均匀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烙至30秒 烙至饼的表面定型 倒上少许的蛋液 涂抹均匀 涂抹均匀 在蛋液没凝固之前 放上少许的炒米或者白芝麻 能够增加饼的香气 然后我们给它翻一个面 烙至蛋液凝固 再次翻面 翻面再烙10秒钟 全程大约需要一分多钟的时间 烙至两面金黄熟透即可 看一下这饼 要多软有多软 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大约只需要10分钟的时间 轻松搞定全家人的早餐 看一下200克的面粉 我捞捞五张早餐饼 各个颜值高 特别的柔软 有鸡蛋的营养 有炒米的香气 我们卷上蔬菜或者肉丝 都是不错的选择 早上再配一碗白粥 如果你喜欢 就记得关注我哟 我是海卷美食 我们下个视频见